黃仁勳這個時候決定拉下臉來 跟SEGA坦白從寬 告訴他們 實在是沒有辦法完成合約跟遊戲主機的開發 請他們再另尋其他的廠商 另一方面為了要讓NVIDIA活下去 黃仁勳也鼓起勇氣 向SEGA提出了支付全額開發的要求 這小牛 歡迎收看小牛講正經 這幾個禮拜受到大家關注的男人 喔不對 應該是接下來這一兩年 受到全世界關注的男人 就是他 黃仁勳受到關注呢 當然不是因為一個科技的大老闆 來台灣穿穿皮衣逛逛夜市 吃吃美食就能夠造成台灣社會的轟動 很多專民都會認為說 這個真的都是媒體過度在炒作 但其實真正有本事讓全世界認識黃仁勳呢 絕對不是靠媒體過度炒作 而是他一手建立的NVIDIA王國 變成AI時代之下的領導者 一轉眼呢 他的個人身價已經突破3兆美元 很多人關注黃仁勳的成功之路 其實他跟很多人一樣 最初都是從一家小公司開始創業 一路上呢跌跌撞撞 甚至也經歷了公司倒閉的危機 但他化解危機的方式呢 不單單只是看時機看數字 更多的是呢 他能夠把眼光投射到未來 提前布局 才能夠在AI戰場上面呢 領先蘋果還有Intel等等的大品牌 甚至很多科技的很多國家要提升 AI系統的計算能力 都只能選擇去跟NVIDIA 恰夠超大型的GPU平台 而今天我們要說的故事呢 不是關於黃仁勳的成功 而是從他在2023年台大畢業典禮上面呢 所分享的三個 有關他個人以及NVIDIA 在這幾十年下來 失敗的故事 這三個失敗故事呢 最後的結局也不一定是失敗 更多的是在失敗的過程當中呢 讓黃仁勳跟團隊 重新定義NVIDIA這家公司 成為大家今天看到的成功樣貌 這麼精彩的故事 小牛蔣正經告訴你 之前請記得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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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影片上架的第一手通知 也別忘了加入小牛蔣正經的會員 不只是可以提前一天收看小牛的芯片 還有專屬的會員影片 內幕八卦都在這裡 現在就點擊頻道旁邊的加入 加入我們的會員 隨喜會費 一起壯大小牛的棒球隊 要認識黃仁勳這個人呢 我們先從他創業的那一年開始說起 1993年呢 黃仁勳剛滿30歲 剛剛取得史丹佛大學 電子工程碩士學位不久 他跟兩位認識很久的工程師呢 每天就是泡在矽谷附近的Dennis餐廳 這間餐廳呢 其實就是美國常見的24小時素食餐廳 有趣的是呢 黃仁勳早在15歲讀中學的時候呢 就在Dennis當打工仔 色恐的他呢 靠著當服務生 治好了他的內向 磨練出跟陌生人溝通的能力 後來呢 黃仁勳跟他的工程師好友呢 這三個理工宅位的創業 常常在Dennis一做就是4個小時 而且呢 只點咖啡 搞到餐廳的服務生呢最後受不了了 要求他們必須要轉移陣地 最後呢 他們就窩在Dennis餐廳後面的一個小房間 跟加州警察一起共用這個空間 這大概就是最早共享辦公室的一種概念吧 當警察在這邊辦案的時候呢 他們就在一旁共商這家公司的未來 當時他們就想像 未來應該可以開發出一款晶片 處理更逼真更真實的3D影像 這也變成了NVIDIA接下來最重要的業務核心 那就是GPU圖像處理器的開發 而後來呢 在決定這家公司名稱的時候呢 黃仁勳也有自己獨特的想法 首先第一個 他們想要研發顯示卡 但一般來說呢 顯示卡的型號 通常就是用兩個英文字母來代稱 再來第二個 黃仁勳認為公司的名稱不能是一般的單字 必須要是一個全新的單詞 這個時候呢 其中一名創業夥伴覺得 Envy 羨慕這個字不錯 讀起來呢 正好是NV 又是兩個字母 很符合黃仁勳的需求 所以最早呢 他們就把公司定名為NV選 但沒想到這個名字呢 早就撞名了 而且其中一家同名的廠商呢 還是生產衛生紙的公司 最後呢 他們翻閱了拉丁字典 發現Envy羨慕這個詞呢 拉丁文就稱作NVIDIA 他們決定呢 直接去掉第一個字 就叫做NVIDIA 而NV呢 又是New Vision的簡稱 所以這間公司呢 從此就訂名做NVIDIA 就在NVIDIA誕生之後沒多久呢 全球迎來了PC革命 個人電腦的價格開始變得平易近人 在那個時候呢 黃仁勳就認為 3D圖形的電腦遊戲 會是未來個人電腦的重要應用之一 所以當時呢 NVIDIA就請公司全力 投注大量資源朝這個方向 努力開發出第一款晶片 也就是NV-1 黃仁勳對於自己創業之後的第一款產品呢 他的評價是 這是一項偉大的技術成就 但卻是一款糟糕的產品啊 欸看起來完全不留情面啊 為什麼會這麼不滿意呢 就是因為這塊晶片 雖然有領先業界的圖形跟視訊處理能力 但敗就敗債定價過高啊 當時不過是1995年 市面上對於這麼強大 單價卻很貴的晶片 結論就是沒有需求 就像黃仁勳自己說的一樣 沒有人想要去商店買一個 裝備齊全的設備 太早進入市場的結果呢 就是沒有辦法搶攤成功 而這個晶片的失敗呢 還讓NVIDIA一度為此 裁掉七成的員工 就在此時此刻 解救黃仁勳跟NVIDIA的即時雨出現了 那家公司呢 就是日本的遊戲大廠SEGA 嗯?怎麼會是SEGA呢 這邊就要說到當時的電動市場大戰了 當年呢 Sony推出PlayStation 就是PS遊戲主機 幾乎席捲整個遊戲機市場 把當時遊戲業界的兩大龍頭 任天堂跟SEGA 打到落花流水啊 所以SEGA也決定開發新一代的電玩主機 Dreamcast來迎戰PS 當時SEGA就找上了黃仁勳的NVIDIA 希望請他們呢 幫忙開發適用在Dreamcast上面的GPU 欸?看起來喔 跟電玩大廠合作 對NVIDIA來說是一個好機會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呢 黃仁勳突然喊咖了 原因就是因為他發現呢 他們所開發出來的3D圖像處理晶片 使用的設計架構跟業界完全是暢反調 而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呢 就是微軟的Windows系統 也跟他們的晶片不相容 黃仁勳這個時候呢可以說是騎虎難下 如果選擇完成SEGA的專案呢 他們做出來的產品都會跟Windows不相容 最後呢就是賠錢破產倒閉 但如果這個時候選擇終止SEGA的合約呢 一樣也是賠錢破產倒閉 走哪一條路啊都是死欸 怎麼辦呢 黃仁勳這個時候呢決定拉下連來 跟SEGA呢坦白從寬 告訴他們呢實在是沒有辦法完成合約跟遊戲主機的開發啊 請他們再另尋其他的廠商 另一方面呢為了要讓NVIDIA活下去 黃仁勳也鼓起勇氣 向SEGA提出了支付全額開發的要求 原本以為呢會被SEGA打槍 但沒有想到SEGA當時的執行長 入交趙一郎竟然同意了 支付NVIDIA500萬美金的救命錢 黃仁勳也形容喔 這筆錢呢足足讓NVIDIA多活了半年 也讓他們有能力再開發下一款顯卡在市場呢反敗為勝 他也說如果沒有入交先生當年的幫忙 就沒有今天的NVIDIA 而有記者事後也去問了入交趙一郎 為什麼當年選擇幫助黃仁勳呢 他認為啊黃仁勳是一個有熱情有遠見的人 當時就是希望用各種方式來幫助NVIDIA成功 所以才說服日本總公司來投資NVIDIA 果然喔入交先生的熱心幫忙事後也化成美好的果實 NVIDIA後來修正錯誤之後所推出的REVA 128顯卡呢 終於在市場上大賣100萬組 NVIDIA的股價呢也開始回溫 這也讓SEGA後來能夠以1500萬美金呢 出售NVIDIA的股票 跟先前投資黃仁勳相比呢足足賺了三倍 而對於這段經歷有黃仁勳就說 承認錯誤呢而且要謙虛的請客戶諒解 其實並不容易 這些特質呢對最聰明最成功的人士來說呢 尤其困難 例如台大的畢業生 確實啊對社會當中呢 很多號稱高智商的人生勝利組來說呢 要放下自尊心三個字呢 認錯不應熬簡直比登天還難啊 但對黃仁勳來說呢 這個時候公私存亡比面子重要多了 就是因為他願意面對錯誤不偏執 才能夠有今天的NVIDIA 而在同一場的台大演講當中呢 黃仁勳也提到了 現在NVIDIA能夠成為AI產業的火車頭 在2006年開始投注心力開發的Cuda 絕對是關鍵中的關鍵 什麼是Cuda呢 簡單來說就是NVIDIA開發的一個平台 所有人都可以藉由程式語言來開發各種應用 讓NVIDIA生產的GPU呢 可以做的事情原比你想像中的多更多 最早在90年代 個人電腦盛行的時候呢 GPU被廣泛運用在遊戲的圖形處理 被運用在3D繪圖 但其實GPU的特性呢就是可以平行運算 為了介紹GPU的功能性呢 NVIDIA還自己拍了一個短片告訴大家 CPU呢只能一點一點的畫畫 但GPU可以一瞬間把萌娜麗莎的微笑呢 給噴在紙上 哼 這個比喻呢也許有點誇張啦 但確實可以讓大家很好了解GPU的特性 如果可以被激發出來的話呢 那可以幫助的項目呢就多了 絕對不是只有處理遊戲的影像而已 最早NVIDIA可以說是大力推廣CUDA這套編程技術 尤其是在學界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希望透過自家生產的GPU 再加上CUDA的技術 產學合作之下呢建立一套生態系統 研究人要開發應用呢 自然會習慣使用CUDA這項工具 但要使用CUDA呢 就免不了要使用NVIDIA所開發的GPU 哎呀總而言之就是機身彈誕生機的概念啦 不過當時NVIDIA在推廣CUDA的時候呢 可以說是非常吃力不討好 畢竟呢CUDA沒有辦法幫NVIDIA創造額外的營收 還因此吃掉非常多的獲利啊 這也讓當時NVIDIA股價呢 始終都在個位數徘徊 最低最低還低到只剩下每股1.5塊錢 股東們呢都快被擠死了 但是黃仁軒沒有氣餒啊 這個時候他非常堅定的推動CUDA 因為到後來呢 所有傑出的工程師都採用CUDA這個開發平台 開創出非常多的應用 當中就包含了AI領域 可以說啊NVIDIA能夠在AI領域當中呢搶佔先機 20年前就布局的CUDA生態系呢 絕對功不可沒 黃仁軒所說的最後一個故事呢 是當時呢 他們毅然決然放棄了手機晶片的市場 要知道啊 當時蘋果發表第一代iPhone的時候呢 智慧型手機立刻變成主流市場 所有晶片廠商呢都想要分一杯羹 其實NVIDIA當時也不例外 在Google發表自己的Android系統之後呢 NVIDIA就跟許多使用Android系統的手機廠商呢 結盟推出了Tegra處理器 但做PC晶片的跑來做手機晶片 很顯然水土不服 開發出來的商品呢 明顯不是用手機這個移動裝置 而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在所有晶片大廠當中呢 NVIDIA的手機晶片已經逃不到任何便宜 雖然曾經一度攻佔手機處理器市場的第五名 但到了後期喔 幾乎每一家廠商都有開發手機處理器的能力 黃文軒那個時候就說 我們為什麼要浪費才能 在別人已經做得夠好的事情上面呢 最後他就在2014年 當機立斷宣布退出手機晶片市場 當時他的說法是呢 當大家都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不獨特了 我們退出吧 黃文軒的這項決定呢 雖然看起來任性 但實際上呢 卻也幫NVIDIA爭取更多空間 在AI領域上面的研發 當大家一窩蜂在開發手機晶片的時候呢 黃文軒已經把目光投射在未來的趨勢上面了 就這樣喔 十年磨一劍 在AI開發結果的這兩年呢 NVIDIA已經成功的領先業界了 而對於這個故事呢 黃文軒的註解就是 做只有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 那才是我們存在的意義 而現在回過頭來看 真的覺得黃文軒的每一項決策 都成為鋪排後面NVIDIA成功的重要關鍵 好啦 講了這麼多呢 就來講講我的心得吧 其實我自己也是創業過來人 看到黃文軒的分享呢 我非常清楚 很多在外面看起來沒什麼大不了的決策 其實呢都需要天人交戰 比方說認賠殺出這件事情 很多人經營公司呢 到最後有的時候就是顧慮不了這麼多 公司會不會賠錢 有沒有未來 其實都不重要 到頭來其實比的都只是一口氣而已 所以我覺得黃文軒能夠認知到決策錯誤 認知到失敗 而且馬上做出轉變 這對很多經營者來說呢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更不要說去想到10年20年之後的產業趨勢了 很多人光是想到明年的生計呢 都覺得很困難了 到底你面對一家公司的營運 是一時的熱潮重要 是面子重要 還是品牌的永續發展重要呢 這個問題呢 就值得很多人好好反思了 你對於黃仁軒跟NVIDIA未來的發展呢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是樂瓜呢 還是一樣充滿挑戰呢 你怎麼看黃仁軒這三個失敗的故事 你對他又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想法呢 都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喜歡我們朋友的 請記得訂個月 按個讚 留個言 分個想 開啟個小鈴鐺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的IG 臉書跟脆 這裡是小牛講正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Bye Bye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